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觉得在这一次抗疫过程当中 公务人员是一方面在市民当中 建立起那个形象 更加好的形象和信心 我们自己的公务员对务里面都是 透过这一次我们自己觉得 对推进公共行政改革更加有了信心 因为我们知道之前都有人提过 公共行政改革会不会被公务员 是否抗拒是怎样的 这种心态我们觉得这一次 我们更加坚定了公务员 一定是公共行政改革的 我们说首先他是参与者 因为他本身每个公务员都去参与 另一方面他一定是一个推动者 他是一个积极去推动的 还有我们觉得最终行政改革 不单只为市民 我们所有公务员都是一个行政改革的受医者 在这方面我们觉得是有信心的 而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做到解决 公务员对务里面存在了一些问题 刚才你提到一些比如士气的问题 一些管理的问题 一些比如说有些主管位置 没有人肯坐的等等这些问题 这些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 不是一时半刻可以解决到的 所以我们都说公共行政改革 是一个中长期的工作 是要做好铺牌 不过不可以在这儿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